问黄小杰旧沙发当那家 有没有一种可能 挡车帅沙发趁帅 改装废弃黑沙发装上底座轮胎 甚至还接上电路系统 网红健保突发奇想推实验题材 开沙发车在路上跑 但沙发车全靠摇杆控制 只有单向无法回头 第一次上路就出现小插曲 又花了一个星期改装沙发车 经过测试后 健保终于开上路 带着正妹去兜风 我们是这个大雅最亮的仔 他们有错 怎么样 我们是来他过 怎么那么帅 这是什么东西 沙发 达拉坐在沙发车上 想翘脚盘腿都可以 健保的成员穿梭在市区 不时还会有其他车辆经过 目警民众第一次看到这种改装沙发车 超惊喜 但下一秒悲剧发生了 开沙发车在大马路上很拉风 但健保和正妹没有穿戴任何保护 不小心摔倒飞出去四肢擦伤 影片一出引起热议 不少网友认为 改装沙发车可能触发 监理机构表示 这不算车辆无法申请车牌 面对违法的质疑申浪 健保也回应 如果有罚金 会再补到资讯栏上 TVBS新闻黄冠军张启云 台北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